台北股市 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地方大盘今天早盘的时候 最低跌18点的时候 又担心说连续每天的下跌 会被指数继续的下跌 因为指数继续的下跌 一定会造成很多人手上的股票 持续的套牢或是亏损扩大 那一定有很多人会担心 这地方会被空间的下跌 空投市再度形成 我想各位你先把握一个趋势跟方向 第一个观念重点就是说 你今年为什么做股票 你要很笃定的告诉自己 因为今年后面有总统的 后面有这个所谓选举的行情 七合一选举行情 这种情况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我是为了一个选举行情 在做这个股票 那今年从2月份开始 从823年一路涨到现在 我都是做选举行情 有时候高点我可能避开一些 有时候急跌重挫 所以我就选择站在买方 就这样一直做多一直做多 一路上来 那否则的话你今年如果说 是行情涨你看涨 行情跌你看坏 那这823年一路跌 那时候一路下跌的时候 你一直放空 到今天为止我跟你保证 你一定是财富空空 你一定当时经过很多空方的洗礼 甚至赔了很多钱 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今年行情 就一路涨一直万排 台北股市今天不要太过担心 真的不要太过担心 为什么我给你看几个东西你就知道 第一个 这是今年的最低点8230 好 这是今年的最低点8230 那么台北股市 从今年最低点8230 一直到昨天为止 一直到昨天为止 总共历经三次 总共历经三次 K线收出4黑K 也就是我用电脑放大比较方便 我再用电脑放大给各位看 第一次4个黑K在这个地方 1 2 3 4 好 这4个黑K时间是在3月18到3月21号 好这第一次发生4黑K的时候 第二次发生4黑K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第二次发生4黑K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来我给各位看 第二次发生4黑K的时候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来看一下 大概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是8月5号到8月8号 5号 6号 7号 8号 这第二次4个黑K 也就是说你从过去的惯例 看到台北股市看到现在 就是说从今年惯例看到现在 只要出现4黑K 台北股市一定开始反转 那你说老师 今天已经是第5根黑K了 来 1 2 3 4 5 如果按照过去的惯例 只要出现4根黑K 就是一个多方的展开 波段的展开 但是我们不这么预设 因为我们先告诉你是结构 经验跟结构 第一个我们很清楚跟你表达说 今年台北股市从8230 一路上涨到最高是9593点 那这一路上涨 其中出现4根黑K的 其实都是代表波段趋势的低点 即将出现 开始反转 没有改变过 但是你认为今天会出现5根黑K吗 我先跟各位讲 现在结构在改变了 我只是让你知道说 其实这个地方是属于相对来讲 它属于相对的低点 我不敢跟你说 今天不会出现第5根黑K 我也不敢跟你说 这个地方一定是低点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现在这个地方是相对低档的位置 它在走什么结构你要先掌握 那我们先告诉你说 台北股市今年只要出现4根黑K 都是波段转折的买点 其中3根黑K也是 大概在每一个阶段拉回的低点 如果出现这个讯号 都是转折买点 你第一个要根据过去的轨迹 历史经验先告诉自己 原来这个地方是相对的低档 或许在这边就是波段转折开始 那接下来你就开始 从这地方开始去了解 它趋势结构是怎么样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 如果出现5根黑K 其实它是今年首度发生 黑K5根 那其实在这地方我们讲客观一点 它距离相对低点已经不远了 那到底现在是什么格局 你一定要清楚掌握 我过去跟大家讲说 从趋势理论来看 趋势只有分三种基本的方向 趋势就分三种 好拿三种 趋势在这个地方 就分三种的基本方向 第一个叫做上升趋势 第二个叫做下降趋势 第三个叫做盘整格局 也就是说趋势分为三种 第一个叫上升 第二个叫下降 第三个叫盘整 什么叫上升趋势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叫做上升趋势 这个叫上升趋势 低点越来越高 高点越来越高 好这个叫上升趋势 什么叫下降趋势 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越来越低 这个叫下降趋势 什么叫做盘整格局 就是有一个高点跟有一个低点 高不过压力 低不破支撑 来回区间震荡 这叫盘整格局 任何的指数 任何的股票 绝对都脱离不了这三种格局 台北股市这两天的结构 已经开始改变了 我已经提醒你这两天结构开始改变了 由过去的上升趋势 由过去的上升趋势 已经转换为区间盘整的格局 由过去的上升趋势 已经转换区间盘整格局 因为这个区间盘整格局 它的压力在7月24号的9538 9月1号的9532 这个地方叫压力 它的支撑在7月18号的9335 跟7月31号的9313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叫支撑 所以当你看到台北股市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就要知道说 其实它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也就是说 现阶段台北股市压力在这 有没有 支撑在这 支撑在这 所以只要来到这个相对的低点的位置之后 它就会展现一个买进的动作 那接下来就在这个盘整格局 就在这盘整格局 那这个低点呢 就在9513的附近 昨天台北股市最低多少 9309 9309 最低这个地方是9313 9313 然后昨天是最低9309 现在是多少 9355 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支撑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支撑 走什么形态你要先了解 我们讲说一般主底座头 像主底的形态 座头的形态有所谓M头 有所谓头肩顶 好 头肩顶 有所谓的大的WM头 或是所谓多重顶 那主底有所谓W底 也有弧形底 也有所谓的复合式的头肩顶 那这个头肩底呢 它就是这个 叫做这样子 下来到颈线 反弹到压力 跌破 然后再冲到颈线 再反弹到支撑 然后再往上走 这呈现一个左肩 一个右肩 有没有 一个V 有没有 看一个V 一个左肩 一个右肩 有没有 这个叫做复合式头肩底 那也就是说头肩底的形态 是目前的格局 那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一定很悲观 任何的股票市场 高点跟低点产生的动作 它都一定告诉你是当时反向的 在涨的过程 在做头的过程 它一定是乐观 所有人都看好 在主底的过程 大家一定都悲观的 这就是所谓的太极说 就是所谓的天地的不变的道理 就所谓 我们可以这样讲 世间上我们如果讲说 在整个大自然的过程当中 就只有讲 我们讲说 有正就有负 有高就有低 有前就有后 有左就有右 有对就有错 反正都是正反两极的 那因此在这个地方 各位 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这是一个头肩底 这个地方绝对都不会给你好脸色 这个地方都是非常的乐观 你看当时到9500的时候 大家都跟你讲说 哇 指数有人上看到10800点 有人看到11000 有人看到12000 又有人调到15000 反正都一塌糊涂 我跟各位讲 如果有一天指数在跌破9000的时候 我告诉你 大家有人看到8000 有人看到7000 你都不要太在意这种说法 但重点是你要去了解结构这个东西 那我从过去一路跟你讲 从最近的行情一路跟你讲说 今天不要太悲观 因为今年收4根黑K的 其实都是一个波段转折买点 纵使今天出现第5根黑K 我跟各位讲 距离低点绝对不远 距离低点绝对不远 那你要从这个黑K里面去找寻 现在的结构 它是一个复合式的头肩底 是一个复合式头肩底 所以你再看看说 现在已经9月出了嘛 9月准备进入中旬了 其实11月就要选举了 你能认为它回到哪里 我们的财政部长张胜和 曾经跟各位讲了一句话 上了9000就怎么样 就怎么样 他说就不会让你再看到9000以下 其实你说这选钱 我认为真的是这样子 但选后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各位你要把握这几天 如果有碰到急跌重挫 你是偏向站在买方 但是有碰到急拉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站在卖方 可是这个地方我一直提醒你 最近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叫做 跟各位谈题材跟产业这四个字 我做股票 我选择股票 我操作股票 我一定重视这四个字 题材跟产业 我一定告诉你什么是题材 什么产业是现在主流 那我觉得这个阶段 从过去以来一直我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这症状区间整理靠近 特别靠近9500的时候 各位是你选股换股最好的机会 各位你可能不觉得说 选题材或是谈产业的股票 有什么好处 我告诉你 有题材有产业的股票 它就是一个长多的股票 因为那个题材那个产业 能支撑它股价做一个所谓表态 或是能支撑它股价做一个所谓 我们反应也好 这个地方就是要靠这些题材跟产业 这些所谓操作的重点 它就是要放在长线的股票身上 其实今年从2月以来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把握两个操作的重心 哪两个操作的重心 第一个 2014年台股的形势力非常重要 从今年的2月开始1月开始 各位记不记得我都是按表操课的 我都是带各位做这表里面的股票 比如说像在1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1月的时候 有所谓的美国3C的一个展 2月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了一个MWC 世界通讯大展 接着有进入所谓的 汉诺威的电脑展 接着进入LED的照明展 照明展 接下来又进入到所谓的电动车展 然后又进入到汽车配件的展 然后春季电脑展 然后接下来又有开发者大会 Google的开发者大会 然后接下来又有太阳能照明展 国际照明展 美国E3电玩展 然后又有所谓的光学大展 电脑光学大展 国际的医疗展 生技大展 然后接下来又有生技展 然后又有电脑的一个应用展 到9月展览其实很多 那我几乎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你不要小看我写的这4个字 叫做题材跟产业 它真的很重要 各位你去想 如果昨天台北股市中错 今天小跌 昨天是跌100多点 今天续跌7点 你可不可能买股票去赚钱 你去思考 有没有人可能买股票赚钱 你记得昨天我跟你讲说 我这两天买了一档股票 我买了一档股票叫做物联网 是物联网的概念股 我一直跟你讲 这一次iPhone6 虽然它的一个发表会 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惊奇 也没有什么可喜之处 但是它带给各位一个观念 叫NFC 叫做进场通讯 NFC进场通讯 这个NFC进场通讯 它就告诉你将来的手机 是变成电子钱包 手机会用在电子钱包 你去哪里刷卡截负账 手机就等于金融卡了 会非常方便 我跟你讲过 最常见的三大类的NFC的 运用模式 包含了所谓的一个消费 包含了搭捷运 包含了点对点的沟通模式 包含了读写 还有读取还有读写个人的模式 都在这NFC的应用模式里面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扩大 我记得我昨天的时候 买这档股票 我最低 我诚实跟你讲最低它是到302 最低到302 我最低只能买到306.5 大概最低就买在306.5 这附近 各位你会想说昨天跌114点 今天台北股市到目前小跌0点 我说过大盘到今年为止 没有出现过4根黑K棒以上 我不排除今天出现不出现 我都不会跟你讲 但是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是相对低点 那你看喔 昨天306.5 各位 昨天306.5 你买可以买到306.5 好 你看看我今天敲给你看 35 然后29 来 各位今天多少钱 最高338 现在涨17块 最高338 昨天我们最低可以买到306.5 好我绝对没有说任何谎 最低只能买到这 306.5 今天多少钱最高338 20多块 涨20多块 请问各位 你昨天买股票到今天 有没有人买 涨股票买20多块 涨20多块的 我就诚实跟你讲 我都讲清清楚楚 为什么做这种NFC 因为未来喔 你要记住喔 未来有一个现象会发生 未来这个东西会发生 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手机一定要装这种晶片 NFC进场通讯 这种所谓的一个进场通讯 那如果说装这 这个所谓的晶片的时候 各位他就告诉你说 其实这些股票相关族群会大涨 那有高价的也有低价的 高价是300多块 昨天买还可以买到306.5 那今天呢 也有低价的 低价的在哪里 低价在这只有2 30块的 30块出头的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不管做任何动作 做任何事情 我都会跟你讲很清楚 你看我们从今年的2月操作到现在 进出大概77 78次 我们有两次亏损 我也诚实跟你讲 但是我们其他每一趟都赚钱 那有的股票可以做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七次 八次 有的股票可以一直做 就这样波段区间来回一直做 肋骨轮动一直做 可是你看我跟你谈什么东西 我都是谈整个的产业的题材跟观念 所以我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你想成为赢家 记住我跟你讲的话 量缩真的不好做 我讲句坦白话 股票不怕涨也不怕跌 就怕量缩 量缩好像那种人气退潮 大家不愿意做介入动作 那他就会进入整理的阶段 可是进入整理阶段 反而是让各位 你去做选股换股最好的一个机会 昨天有投资朋友加入我的行列 也拿着股票来找我 我看股票买了 买了 有的现在大家都聪明 买了档数不会很多 可是你看到一个现象一直在发生 买了就不会卖 一档股票买了好几次都不会卖 有赚钱的时候也不跑 下来也不卖 就这样上冲下行上冲下行 可是各位你要先去了解结构跟结局 这个格局你才能进行动作 比如说我在这地方一直跟大家讲 目前大盘的趋势 它是一个所谓从 这个所谓上升轨道当中 它已经从所谓上升轨道当中 转为横盘整理 过去在这上升轨道 也是来到压力在卖方 来到支撑在买方 现在这区间也是一样 压力站在获利调节 或是调整持股站在卖方 逢低即差你可以站在买方 各位其实最近都看到很多 投资朋友投资的观念 都是一直被扭转 一直被我扭转 我跟他讲说 你第一个不要做太多股票 第二个你要做产业题材的股票 第三个你要学会换股操作 那我就拿昨天到今天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问问自己 有没有人昨天买股票 到今天股票能涨20多块的 你摸摸自己良心 所以我会告诉你 这个都是来自产业结构趋势力量 目前来讲 大盘的结构 它的主轴跟重心 第一个就在NFC 再来就是一个Apple Watch 就是苹果的智慧手表 那有的Apple Watch 它的概念股 它是在慢慢发酵 在慢慢发酵 这个我也讲真话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这个阶段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听我的话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把你手中股票拿出来摊开来 为什么指数创新高 你还在套牢 然后你买的股票 第二件事情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我讲的这种 题材跟产业的支撑 它是什么题材 是什么产业 是不是盘面的主流 我告诉你 我最近只做一种股票 叫做NFC 进场通讯 我就是做这种股票 从这个股票本身跟周边 我都打到这周边 再不然我去做一种股票 叫做夜息营收创新高的股票 我都这样跟你讲 记不记得 你看前几天我跟大家讲一档股票 叫做497的英特雷 如果你仔细观察 这几天我给你看 你看大盘 我给你看大盘 我们先从大盘来看 你看大盘我们讲这几天好了 我们讲12345678天好了 大盘从高点到低点 跌了260多点 来497的英特雷 昨天在今天再创新高 来到73 前几天在69 各位我都跟你讲很清楚 我说他接着还有利多要公布 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都时间都跟你讲 他9月15号还有利多要公布 你看中股票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大盘跌200多点 他却从68涨到73 已经涨了5块了 所以我其实跟大家讲 是一个投资观念价值的问题 有些长线的股票 你根本不懂得去怎么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上我脚步 最近大概主轴就在NFC 跟公布出来的财报 是创历史新高 或是财报创新高股票 他都能不断创新高 有的股票你要做波段的 所以我说NFC接着进场通讯 将来都是长线的股票 各位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想听得更仔细 那下个阶段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聊 移民署推动新住民资讯素养交易计划 课程完全免费 咨询专线0800-005-788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 顾得投雇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雇顾得投雇 入会咨询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因为向一定数一个方式 事外盾гр MICHAEL 上来帮助大家 提计到新闻 那這種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 追高殺低 其實這是一般的投資朋友 我們講說新進入這市場的人 最容易犯的錯誤 當然有一些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已經是老鳥 老叫了 已經過去從這種 這個所謂炮彈一打過來 你可能都知道在什麼地方 你這種過去失敗經驗 累積起來成為老叫了 那種都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但這種人通常比較可惜 他只差一點 基本面 基本功 就是他對產業的研究那種東西 就比較不是那麼專業 他就比較唯一可惜在這 但他們都有經驗 我先把結構告訴你 不要太悲觀 台北股市今天縱使出現第五根黑K 或是今天第四根黑K 也許就開始反轉了 今年的經驗告訴你 只要出現這種連續四根黑K的 其實距離當時的波段低點已經不遠了 那我只能這樣很清楚告訴你 這是過去的經驗跟慣性 第二個在這邊告訴你 他現在的結構已經從上升軌道 轉為一個區間震盪 接近9300 跌破9300 都是買方的轉折 買點的買方的區域 那如果靠近9500 還是屬於賣方的區域 他會形成這樣區間震盪 那這裡面還是各股表現 操作股票還是要以長線股為主 然後2014年台股形勢力在9月份 比如說開始有國際半導體展 有這個柏林消費電子大展 然後再來有所謂台北的3C大展 然後在這邊接下來有什麼展什麼展 你盡量往這些主軸的身上去思考 有沒有東西在這個地方是主軸 那我跟你講過 大概最近我會跟你談的 大概都是在物聯網這一塊 很多都會在物聯網這一塊 那最常見的三大類型的NFC 就是我們講說進場通訊 將來可以讓手機變成電子錢包 不管做捷運 不管去超市買東西結帳 不管是點對點的溝通模式 或是讀取寫個人的一個程式模式 這都是NFC的功能 進場通訊裡面涵蓋 那我就跟你講說你問問自己 這檔股票昨天302 昨天302 現在多少錢 現在是最高今天338 302到338漲了36塊 漲了36塊 各位你問問自己 有沒有漲這麼多的股票 你自己問問 當然我建議各位 在這行情震盪過程 急跌重挫找買點 急漲大拉占賣方 也就是說股票如果強勢股 開高也好開低也好 拉回才能買 然後股票漲呢 在急漲大拉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漲到338 你想賣那隨便 我舉這個例子給你聽 就是說你這樣子低進高出 來回操作 才能成為最大人家 那麼接著你要知道說 當未來的手機都要裝 所謂的一個SDIO的時候 那很多的相關族群 就像我跟你講的 這裡面包含了力旺 這些是指標股之外 高價股在這 那低價股就在他身上 NFC 進場通訊 所以這些像這些底部的股票 你就利用這兩天的震盪拉回 你就開始選擇站在買方 以長線的角度來講 我跟你講這些股票都是低77的 然後再來呢 未來的4G物聯網 那相對低檔的股票 誰受惠的 你也開始提前做布局卡位 因為未來 要讓所謂的4G或是NFC 進場通訊達到最高效果 已經不再適用過去的銅欄 要用光纖了 要用光纖 所以各位其實你這種產業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你大概就抓不到盤面主軸跟重心 然後這個階段 利用震盪壓回來賺取價差 利用震盪來賺取價差 利用壓回來買好的股票 那這裡面有很多股票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檔 那就像我跟你講說 我再舉一個例子 最近我跟大家講的 你看喔 我都跟你話講在前頭 這檔股票我做1 2 3 4 1 2 3 4 5 第六次了 這股票我已經做7檔 第六檔了 當時第一檔的時候 在62.8元 我跟你講你看得很清楚 我說破斷目標到這等距 然後這邊買這邊買這邊賣 賣的原因是他公布財報創新高 第二趟這個地方 告訴你8月13號公布利多 有沒有 8月14號這麼大一板公布利多 股價漲了9塊3 當時大盤跌了多少 跌了469點 前一波到這轉折的時候 我是不是69塊跟大家講說 這邊又是第三個轉折開始 昨天公布營收報告 然後創歷史新高 今天股價到73塊多 9月15號還有利多要跟各位見面 你看我跟你講的東西 都是為什麼一直創新高 一直創新高一直漲的股票 就是因為我們都是 從基本面談起 這兩天只做一件事情 只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想換到 這種底部的股票 如果你想換到這種底部 起漲的產業的股票 節目中廣告資金專線 直接跟我希望助理聯絡 幫你做換股的動作 這個階段一定要重視題材跟產業 有任何需要 節目中廣告資金專線 我們全面開放 祝福你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價罪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i know you 起床 我不只有车 我还有司机 认真负责人 久后不开车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超级城市Super One 有梦想前冲 超级城市Super One 乘家镇请搜 心满九分钟 交通把打通 万亭公园长楼活在其中 新北第一 超级新版城 万亭造镇 全民轻松买 超级城市Super One 超级Super One 乘家镇 轻松 运动员是台湾的骄傲 政府的倾力支援 然然有限 他们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 让你向上推进的每一寸 都有你我的一份力量 企业赞助 企业有故 奇怪 众人要买